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哥一出海,姐姐就担心 海德不想,银凤吃了几口啤酒,胸口渐红 海里总有开心尸体吧 甲板上蹲了几只狐孙,有啥甜头可以的呢 只有苦涛,吃风吃浪 丹江日本内海,流速八戒,赖地岛海峡,明石,关门海峡 如果是旧船,进港就算是全速也开不动 我有个朋友,一直做船模 远洋货轮,我是权威 将来,我可以做海员吧 下降八降的 做男人,这等于做劳奸 半年,一年一判,有啥意思呢 回到上海,天天弄得老婆出汗,腰酸背痛 十三 我是哀声叹气,真无啥可以讲了 人坐到甲板上,眼前就是水 就这几个男人,吃老酒,吵吵闹闹 要么想女人,想老婆 哼 比吃官司好一点 我的床头边允许贴老婆照片 不许再讲了,我不答应的 男人想女人,我正常吧 不要讲了啦 人人贴女人照片 单身汉,贴明星照 以前喜欢贴谢方 最近是女跳水队园剧照 这部电影好像没看过耶 里面全部是穿游泳衣的女人 可以看看胸部,大腿 外国画报,大腿照片最多了 但政委要检查 解放前的旧画报 最近废品回收站不少呢 外面有的是 日本,泰国,西德,荷兰 垃圾堆里 赤膊赤屁股的女人画报 要多少有多少 政委经常搜查 翻出一本就写检查 是应该查 男人的思想太瞎做了 其实呢 政委没收了画报 关紧房门 自家去门看 难道政委的裤裆里 是一根胡萝卜 还是红肠 嘿,停 不许讲了 我是已婚 我可以贴老婆照片 政委无啥好讲 不要讲啦 小忙评评看 我预备让银凤 拍一到两张照片 带到船上 让我看看 扬扬眼睛 这应该吧 银凤不肯 到照相馆里拍 我为啥不肯 好了好了 不讲了 银凤看看隔壁 轻声道 小忙来评评看 海德想请一个下座同事来 专门拍我横到床上 睡觉的样子 充饮放大 我不懂照相机 请同事来帮忙 又不登报纸 不可以啊 姐姐为啥不拍 大字名中照相馆橱窗里 一张也不及姐姐 银凤看看板壁 压低声音 小莫真老实 海德是要我赤膊 带那奶罩 吃两条大腿 只穿三角裤 枕头旁边 摆出骚样子来 下座吧 太下座了 我哪里能拍的 小毛不想 海德摇手 既然不答应 就不要多讲了 潘静的门钥匙 套进陶陶的钥匙圈 她的异想 与其他的钥匙并列 大大小小并无特别 但陶陶看来 旧钥匙毕竟顺眼 新钥匙即便调整次序 总归醒目 手里多了一把钥匙 开门便利 但会不会开出十桩二十桩 一百桩尸体 陶陶心中无底 以前几把女人的钥匙 一般欲先放于门店 花盆下面 牛奶箱顶上 有一把是包了报纸 塞到门旁脚踏车的坐垫里 想出这个办法的女人 事后证明确实心思缜密 可以讲钥匙是一种关系 单把钥匙 掩到手里开门 感觉异常 是暂时的动作 手感无依无靠 轻薄 轻松 开进房里 像是见不到人 非常稳定 钥匙放回门里 小台子上 凳子上 玄关的草边小栏里 前后听不到一点声响 随拿随放 自然 也是身份 钥匙过手往往只半分钟 冬天更是冷的 缺乏体温 捏紧了一转 开了门 也就一觉 这一次 钥匙固定于钥匙圈里 经历不同 分量就变重 钥匙与人的关系 涛涛完全明白 钥匙就是人 单把钥匙 冰入其他钥匙圈里 状况就不一样 钥匙越多 摩擦就越多 声音响得多 事情就复杂 烦 另外 钥匙圈起了决定的作用 刚至圆圈 过于牢固 也许只有飞机师是 圆圈高空落地 才会破裂钥匙四散 想到此地 桃桃掰开钥匙圈 拿出钥匙 重新放回裤袋里 这天 潘静来了电话 桃桃手头有事 从忙中 桃桃讲 我们再说吧 潘静挂了电话 下午又打来 潘静笑笑 压低声音讲 今晚来看我 桃桃不想 想你了 三个字向文英 办公室一定有人 不方便 咱们再说吧 潘静挂了电话 这天 桃桃确实是忙 到了黄昏 顺便还赶到了 吴江路 去看钟大师 此人曾经介绍 一笔生意 方妹多次提醒 让桃桃登门抽血 此刻 桃桃摸出信封 放到台面上 这是小意思 请大师 不要贤必多少 钟大师不想 台子下面是钟大师 养的白狗 几次想抱紧 桃桃的小腿 桃桃两脚并拢 大师如果 是身体不适宜了 对面就是公交医院 现在就去挂急诊 师娘过来冲茶 老婆先回避 我有尸体夹 师娘回到楼上 有问题的人 不是我 我有啥问题 最近我听方妹一论 桃桃比较内向了 文雅 啥意思 方妹觉得 桃桃发闷 经常想心思 我的判断呢 最近一定是碰到了 陌生人了 当时方妹讲 做生意 天天有陌生人 我讲 是不是碰到了 陌生女人了 方妹讲 大师觉得 桃桃有了外插花 我讲 这我不晓得 不过桃桃今年 是桃花流年 并非家孕 凡事反复难定 吃饭防夜 走路防跌 如果酒入昏肠 就是密沁皮霜 割卵渐净 喂 大师 少跟我老婆讲这一套屁话 好吧 我跟我老婆 其实全部不相信 满口饭可以吃 满口话 不可以讲的 如果真有情况 也不应该 跟我老婆讲了 我讲啥呢 要紧关子 我一句不讲的 是方美尝到此地来 想跟我谈 因此吗 想让我每天 也来此地嚼舌头 我有空 钟大师戴了眼镜 看一看涛涛 面色样子 是不大妙了 我黄种人 标准黄面孔 运势像命 八字里已经摆好 桃花多 也没办法 大师讲过多少趟了 我的桃花 有四到五趟 好桃花烂桃花 这种屁话 多讲有意思吧 老毛是人民领袖 有威望 有腔调 开口一句 可以顶万句 我开口一句 顶一句 还有啥水分呢 我听了大师的屁话 房间里 已经到处摆花盆了 厕所门口一盆 窗台上摆一盆 大门附近摆镜子 样样照办 我平时只坐 西面小沙发 让客人坐 难免大沙发 我每样办到了 因此生意顺利 只是最近呢 桃桃碰到了一个水火关口 跟了一朵桃花 火里碰到桃花 花让火一烧 更加红了 血血红 桃桃一下 白狗忽然跨到桃桃的脚面上抱紧小腿 屁股就动 桃桃一踢 两脚并拢 还是要避一避 还是要避一避 先去剃头 头发太多了 乌云压顶 我走了 再会 如果有了外插花 记得要退一步 晓得了 桃桃离开吴江路 心情变坏 回到房间 潘静来电话了 啊 介绍一笔生意 桃桃不响 方媚看定桃桃 这个女人讲了 几次想约桃桃出来 好好谈一谈 桃桃一直不回电话 是吧 潘静还问我 桃桃忙啥呢 现在还不回来呀 我讲 一言难敬 我的老公不需要老婆体贴 一肚皮怨气 潘静听了笑笑 就挂了电话 桃桃不响 听到有了生意 有了女客户电话 桃桃为啥一笑不笑 心里想啥呢 我刚刚去看了中老头子 听了一肚子屁话 心里闷 哦 点正了你的穴道 因此闷了 哼 全部都是狗皮倒灶的屁话 心里烦 方美摸摸桃桃的面孔 有啥不舒服 到医院看医生去 我到了吴江路 发觉中老头子的下巴 已经讲得脱臼了 应该先挂急诊 好了好了 身体要紧 先吃饭 桃桃拿起筷子 夜里早点休息 让我到床上 好好弄一弄 啥 最近电视里开课了 男人身上 有几只秘密穴道 交官敏感 贤惠老婆 已经记下来了 要仔细按摩 桃桃一拍筷子 江湖骗子 已经到电视台混饭了 专门搞乱社会的别三 应该马上关劳间 盼无期徒刑 第二天下午 桃桃约了潘静 到湘心茶馆见面 潘静新做头发 看见桃桃眼神柔和 双人喂的腾椅 桃桃靠外坐 潘静示意桃桃移过去 桃桃不动 潘静只能够坐对面 手带放到一边 我以为昨晚桃桃回来 但没等到 我是小生意 哪有上下班时间 靠两条腿到处跑 我一晚没睡好 说起来怪了 半夜迷迷糊糊的 听到有动静 以为是你来了 我还假装睡 以为你就悄悄进来 背后一把抱了我 但后来 什么事也没了 好失望 看表 才三点十五分 确实不是我 我知道不可能 半夜三点 嫂子在身边 怎么能过来 桃桃不想 还是明天吧 跟嫂子请一次假 就说去江苏看货 然后到我这过夜 桃桃不想 我要你陪我 桃桃不想 捏紧裤带的防门钥匙 钥匙有四只牙齿 三高一低 指头与齿间活动 摸到了发痛 照理来讲 我该放松了 但大场火 一直追着我不放 不会吧 我如果是石家庄的 就自个儿在上海 也许会随便一点 我可不是随便的女人 在上海多年 从没有花花草草的事 没动过心 桃桃不想 潘静碰了一下桃桃的手 一场火 弄得我火聊火聊的 桃桃一声不响 想到了钟大使 身边有你 我才能安心 我呀 成天做梦安全通道 消防梯 已经神经了 我也怕呀 才有了这种需要吗 昨晚有点冲动 往你家里打了电话 我道歉 桃桃不想 嗓子表面挺客气的 其实是盘问再三 你们俩最近情况还好吗 可以 我可不看好 不瞒你说 我在石家庄 有过一个男朋友 有一次他来电话 我丈夫接的 其实说了我在或不在 也就成了 可他问东问西 不挂电话 搞得我男朋友很久 这种盘问 暴露了夫妻关系 桃桃不想 嫂子肯定给你压力 我丈夫也一直给我压力 看我穿什么出门 下班回来说是抱抱 其实是闻我脖子里的味儿 我固定用一个香水牌子的 你丈夫干嘛的 老呆在家里 教书的 我每次回家 香水味差不多是消失的 但能依稀闻到 这是惯例 有一天下午 石家庄一个浴场开幕 闺蜜拉着我 当了会临时的嘉宾 因此洗了澡 等回来 他贴上来一亲 我就吵了起来 怀疑我下午开房了 鼻子够凉的 哎呀 全因为是正儿八经的事 我才洗了澡 平时我跟男友 再怎么开房亲热 脖子那一块是免洗的 为的是应付检查 下班喷一次香水 不就结了 那更是问题了 瞧 俩人关系到这个地步 有意思吗 当场就大吵两回 火就南下了 刚到上海没一个月 他设法找上门 当时我跟闺蜜常租酒店 他看看是双人房 关系室里一把剃刀都没有 又怀疑我俩是同志 我闺蜜就要骂人了 早知道这种下三滥 早该收拾了 让他彻底消失 他这才早了 讲那么多 想说明什么 昨天晚上 嫂子几回盘问我 这说明你俩 已毫无信任可言 当年在孟先生家里 邂逅后我就发现 你们俩并不般配 虽然我看出 方妹那方面很强 啊 你并不快乐 一直是忍受 不说了 人不能为对方活着 灵肉难以一体 快乐何在 这分析我不爱听 我是简单人 只想过简单生活 潘静不想 陶陶讲到此刻 钥匙已经磨出手汗 潘静 你确实是好女人 最近我想了很多 可惜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只能做朋友 我不是伤害女人 很直接怎么了 我们很难进一步发展 见你钥匙那天 我就这样想 我只能和一般女人来往 我是特别女人吗 如果逃逃玩自恋 我无话可讲 石家庄男友呢 你吃醋了 很好 那也是意外邂逅 遇到意外 我才会爱上人 玉城也着火了 哼 说是我换了新鞋 路上绊倒了 摔晕了 鞋跟断了 我躺在马路上 有人看没人管的 男朋友出现了 怎么知道的 他就帮你 直接就抱住了我 就像你救我 抱我一样 成了我男友 涛涛轻松了一些 鼓起勇气 拿出汗津津的钥匙 摆到茶几上 潘静一呆 潘静 谢谢你对我好 希望石家庄男友 尽快来看你 最好能来上海工作 以后有什么 用得着我的地方 您尽管吩咐 言语 梅瑞陪康总走进房间 装修已经完工 茶几 沙发已经送进来 潮南有小天井 定有露天的地板 摆两把铁椅 有花草 两个人走进卧室 大床 梳妆台 一应俱全 装了窗帘 我就过来单住 以前呢 我有个客户 对未婚妻开条件 婚后就做周末夫妻 平时各自单独生活 女方一口答应了 结婚之后 我有一次问题 周末夫妻还好吧 客户一单 想 会有这种尸体吧 为啥我要单过 我不是神经病 我笑笑 客户最后承认 是新娘子一发嗲 做几个小动作 南方房子就转手了 新娘子讲 单独过 肯定要出问题的 哪里有周末夫妻可能 感情好 这是应该的 我受不了 北四川落的气息 是避难 想想我真搬到此地 到了夜里 也只能看天花吧 康总笑笑 两人走出卧室 原来准备 离了婚就搬过来 但是现在情况有变 上次电话里讲 已经离婚了呀 因为最近 小开一直来电话 不希望我离婚 我妈的离婚 结婚阶段 小开也是反断 觉得离了婚 就偶尔了 结了婚 也是偶尔了 心态会变怪 反对接 反对离 再反对我也要离 康总坐进长沙发 梅瑞拿出信与照片 坐进康总的身边 康总看信 亲爱的梅瑞 这月十八号 妈妈跟小开叔叔 注册结婚了 我真想好好办一办 但外公比较节省 也就简单一点 你看看照片 觉得好吗 连安路的房子 装修好了吗 一切顺利 妈妈 照片拍了宴席的情况 梅瑞娘穿胭脂 红雪方套裙 雕身一流 以前的跳舞照里 梅瑞娘还是浓妆 到了香港 五官也就素淡 显年轻 身边的小开 笑容满面 外公满面失笑 一张是婚房内部 一张是阳台栏杆 看得见半方香港的蓝天 层层叠叠高楼 结婚的费用 全部由外公资助 我就问妈了 应该是小开操办呀 我马讲说 小开的积蓄 全部投入生意里了 手头紧 不靠外公买不起房子 所以真正的婚纱照 准备回上海再拍 上海便宜 哎呀真是的 要回上海了 我马讲 小开做了一专西北生意 最近有了起色 下个月 两人准备回上海 顺便是拍照 白酒水 当时我就啊了一声 我马又讲 大金小怪做啥 情况总有变化 小开一直厚机会 一直想来大陆发展 这叫见机行事 两个人看过照片 梅瑞放进信封 康总逐渐靠近 拉过梅瑞的手 梅瑞身体微斗 慢慢地抽开了 房间里静 天井里是阳光 康总有了热情 梅瑞逐渐平静 我后来明白了 马是见到小开后 跟我的关系开始冷淡 昨天电话里还问我 小开最近来过电话吧 我就跟他说来过几次啊 我妈讲 以后不许接电话 我要问他为什么呀 妈就讲不接就是了 我就跟我妈讲 他是不是不开心了 我妈又说 哎呀好了 现在我挂了 就这样挂了电话 康总不想 靠近梅瑞 信封落下来 梅瑞目光恍惚 身体微斗 房间里静 天井里是阳光 偶然来小风 几盆花叶 冻一冻 康总揽过了梅瑞的腰身 梅瑞也软绵绵地顺了过来 身体像要化开 但慢慢又避让 慢慢离起来 康总放弃 康总不要这样 康总不想 最近我心烦 康总不想 这个阶段 小开一直从香港来电话 要我情绪稳定 不要离婚 康总背后沙发不想 我就觉得奇了怪了 离婚是我私人的事情 可是小开认为 还是不理得好 下个月回上海 已经到铜锣湾的 替我里里外外 买了不少衣裳 里外 嗯 包括内衣 包括其他小衣裳 尺寸哪 特地来电话问的 母妈发觉后 就跟小开穷吵 我就埋怨小开了 为啥不替母妈买呢 小开就讲 同样也买了 数量牌子几乎一样 小开又讲说 哎呀 梅瑞回来后 还是称呼我小开 小开又说 小娘舅小爷叔等等名字 显得小开老了 大陆西北方面的项目 肯定会铺开的 前景看好 梅瑞还是辞职 跟小开去做 帮小开的忙 当时我就应了一声 称呼上面 我可以叫小开 无所谓的 但是帮我买小衣裳 就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 让我心里没着落 康总不想走到玻璃门前 小天井里 铺满了阳光 梅瑞走进来 外面有风 挂动了一栋 两个人并肩 康总拉过梅瑞 梅瑞腰身变软 慢慢靠了过来 靠紧 梅瑞抬头看看康总 面孔贴到了 康总的肩胛 一动不动 小天井送来清风 阳光耀眼 康总抱紧梅瑞 过了一分钟 梅瑞贴近 康总的面颊 深呼吸了一次 嘴唇压紧 康总皮肤 然后让开 不好意思 我现在不可以 不便当 梅瑞慢慢避开一点 肌肤贴近 然后慢慢分开 康总松了手 梅瑞让了半步 两个人冷场 稍有尴尬 不要不开心 我不会 是最近情绪不好 住院了 北四川路婆家 一直想当过 等房子弄好 心里又没底 怕失眠 疼不好 树不好 梅瑞不想 外面有风 天井里是阳光 花冻了一栋 我有个朋友 手里有六套房子 老婆一直失眠 住进一套新房子 老婆就失眠 觉得隐隐约约 有机器响 睁眼等天亮 无论住浦西 还是浦东 无论新房子 多安静 老婆眼里 是毒药 五年里 我朋友的老婆 每夜只能单独 回到开封路的 老房子 住到 没为何用的 弄堂亭子间里去 每趟吃饭过夜 老婆吩咐保姆 一早买菜内容 做早点内容 到了夜里八点钟 司机就送老婆 回到渣北开封路 亭子间里 单人地铺 堆满乱七八糟的旧家当 隔壁住了民工 有蟑螂 潮湿虫 或者鼻涕虫 但这老婆心满意足 一夜烟到天亮 一早六点半 司机准时开到弄堂口 接回到新房子里 进了房间 叫老公起来 大餐台上面 一同吃早点心 这种生活 过到现在了 最近啊 开封路要拆 我朋友急了 老婆哪能办呢 哪能办 一定是表面文章 懂不懂 啊 哪里讲 这老婆是穷命穷下 也许这个老婆 是有意的 或者 是性生活不配套 康总笑笑 或者是憋气 这个朋友啊 有其他野女人 或者 是跟保姆乱搞 或者 又是借阴头 老房子隔壁 老婆有老相好的 名堂不少 也许吧 这朋友全部是乱讲 人讲的故事 往往是表面文章 懂了吧 康总不想 此刻外面的小天井里 阳光耀眼 花动了一栋 康总与梅瑞的联系 决定从此结束 但一个月后 梅瑞打了电话 仍旧亲热非常 详细汇报 梅瑞 梅瑞娘与小开 目前已来上海 康总不想 哎呀 我跟你说 我只能吃饼啊 两个人到上海的前几天 我出门办事 回到办公室 汪小姐对我讲 哎 梅瑞 刚刚接到香港电话 有一对香港新婚夫妇 后天就到上海了 准备拍照 隔日就办酒水 我听了就吓一跳 我妈 简直是喇叭呀 汪小姐又讲说 大概还会来电话 当时我又不吱声 我明明已经小的行程了 还要打电话到公司 跟陌生人汪小姐 讲七讲八 哎呀 我老娘真是年纪大了 当时汪小姐讲 哎呀 不要怪阿姨了 是我打听的 年纪再大 总归也是新婚浪漫的嘞 当时我就不吱声 汪小姐就说 新娘子新官人 订了南京路金门饭店的房间 哎呀 真是个喇叭 房间号码讲过吧 汪小姐笑笑说 老辈子人 心里总是得意 总要讲一讲吧 过去旧社会 高档上海人 结婚不到国际 就到意大利市的金门 我听了真的无语 过半个钟头 我母妈果然又来电话 真是越老越十三了 还想请汪小姐参加婚礼 所有朋友也可以请过来 人越多越好 还问我是带了老公小男一到来呢 还是 哎呀 我一听心里就来气了 嗡了一声我就挂了电话 哎呀 旁边汪小姐就问 哎呀 啥变化了 我能说什么呀 我拎了包我就出门了 到了这天 黄昏我下班 走进金门饭店 远远就看到 小开从一部黑牌照 家常的林肯里下来 后门拉开 出了三个干部模样的客人 小开洋装鼻挺 笑容满面 陪同客人走进楼上大堂 我一路跟 到了饭厅 三只大台子 人已不少 母妈朝我招手 小开回头看到我 笑一笑 只顾招呼客人了 那一天 我就跟我母妈 并排坐着 我一声不响 我就发现了 这一夜的聚会 来宾基本是 小开的关系 什么外资老板 外省干部 银行经理企业老板 还有台湾人 日籍华人 香港人 男男女女 好不热闹 我母妈呢 就是黑丝绒旗袍 珍珠项链 头发梳得虚拢拢 拔展推杯 面面俱到 一顿饭下来 剩菜多 名片多 金门饭店的佛跳墙 食不知味 一动未动 我像是懂了 小开一直是穿针引线 为外省一条大型流水线 做运筹 等到这夜人散 小开再陪部分客人转厂子 再应酬 我就跟母妈回房间了 哎哟 南京路真是闪闪发亮 我就关了窗户 房间里很安静 我母妈就讲说 哎呀 梅瑞呀 母妈走进这家饭店 就赛过时光倒流 当年能够进来的人 非富即贵 名流如云 母妈年轻时代 几次跟小开到过此地 只是看外公 当时叫华侨饭店 楼下可以买到特供商品 一般市民不敢进来的 小开也讲过的 1986年来此地会客 看见有一个男人 估计是刚从国外回来的 带了一群上海亲戚 到楼底的特别柜台前面 摸出一厚碟美金 灌到柜台上讲 八条万宝路 多少钞票 自家随便拿 服务员一下 有这种人吧 小开因为香港上海两面 跑一眼就看穿 这个上海人 最多出国两三年 以前刺激瘦的身 就要摆派头 越是差的人 越是要派头 小开的姐姐 以前到外国做保姆 拖一次回上海 也落脚此地 根本不出门的 像慈禧太后 静等亲眷朋友 进来拜会 外面租了长包车 一动不动 停了南京路三天 派头大吧 怪吧 当时我就笑了笑 我去跟我母妈讲 小开的黑牌照车子 是包车吧 我母妈就讲 哎呀这是买的 已经注册了上海公司 借了写字间 我不吱声 我妈又接着说 总算是跟小开结婚了 母妈出了一口气 流水线项目如果成功 母妈再出一口气 我就讲了 哪里来了气啊 我母妈就说 外公对母妈的婚姻 一直不看好 我偏要让外公看一看 小开可以结婚 可以认真做事业 我不可能像外公一样的 太太平平做香港人 等于我不可能 太太平平做上海女人一样 当时我就问我母妈 外公觉得好吧 我母妈就讲 根本就不放心的了 认为我还是老脾气 橄榄屁股坐不稳 最好陪到外公身边 静静地为外公养老 所以母妈心里晓得 只有回上海心情会好转 现在呢 我婚纱备好了 请了摄影师 母妈要风光一番的 梅瑞你要记得 如果外公来电话 千万不要接的 听母妈讲到这里 我又问了一句 那等结了婚 消久 去哪里度蜜月呢 我母妈就讲说 哎呀 公司尸体多了 手头比较紧 哎算了 另外母妈提一个要求啊 没日子以后 要小跟小开来往的 可以吧 我当然得问我母妈 为什么了 我母妈又说 你记得就可以了 另外 再提一个要求 可以吧 我不知声 我妈又继续讲 哎公司租房子了 又买了车子 目前要节省一点的 一直住长包房间 不太现实 梅瑞新装修的房间 暂时让母妈住半年 也就半年了 最多一年 好吧 哎呀 别提了 到时候我听了 也就呆了 康总 你平平看嘛 天下哪有这种怪事吧 康总听到此地 电话已经换手多次 一时无语 阿宝全家搬离的前夜 想不到小阿姨 拎了半蓝的水红铃 忽然上门 建房内大乱 姐姐姐夫 闷声地整理行李 深受刺激 当场与抄家人员 大吵大闹 杀千刀 跳黄谱 样样拳来 阿宝娘哀求不止 值班监督人员 初以为小阿姨是保姆 最后认定是神经病 明天就搬场 也就无心恋战 小阿姨开了眼泪 摸摸阿宝的肩胛 阿宝 小阿姨来了 不要怕 第二日一早 小阿姨跟了阿宝全家 爬上了卡车 先往沪西曹阳工人新村 阿宝朝贝蒂 阿婆挥手 禅明不止 附近尼古拉斯东正小教堂 洋葱头高高低低 阿宝记得贝蒂讲过 上海每隔几条马路 就有教堂 上海呢 就是淮海路复兴路 但卡车一路朝北开 经过无数的低矮苍黑迷房 经过了苏州河 沿从高处入云 路人黑兽 到中山北路 香料厂气味冲鼻 氧化铁预料厂红尘滚滚 大片的农田 农市 羊柳 黄瓜棚 番茄田 重炉素的茅豆田 凌乱掘开的坟墓 这儿全部算上海 最后看见一片整齐的房子 曹阳新村到了 此种房型 上海人称两万户 大名鼎鼎 五十年代苏联专家设计 互东互西建造约两万件 两层砖木结构 杨瓦 木窗木门 楼上山木地板 楼下水门厅地平 内墙泥草打底 照薄薄的一层纸金灰 每个门排十户人家 五上五下 五户合用一个灶剑 两个马桶座位 对于苏州河旁边泥泞的滚地笼 毯子湾油毛沾棚户的赤坪阶级 两万户遮风挡雨 人间天堂 阿宝家新地址为底楼四室 十五平方一小间 与一二三五室共用走廊 窗外野草慢生 室内灰尘蜘蛛网 一家人搬进香笼 阿宝爸爸先捡起一块砖头 到大门旁边敲钉子 挂一块硬板纸认罪书 上面贴了托帽尽照 全文公凯 起头是领袖雨露 凡是反动的东西 你不打他就不倒 下文是 认罪人何年何月脱离上海 混迹解放区 何年何月脱离解放区 混迹上海 心甘情愿做反动报纸编辑记者 破坏革命 解放后死不认账 罪该万死 局委会干部全体到场 其中一个女干部 拿出认罪书副本 宣布 工人阶级生活区 一呼反革命搬了进来 对全体居民同志 是个重大考验 大家要振作起来啊 行动起来 行使革命权力 监督认罪人 早晚各扫地一次 16号门口扫到18号 认罪人要保持认罪书整洁 每早7点挂 18点收 阿宝爸爸遵命 阿宝爸爸遵命 干部看了看工作手册 新社会到现在 还有大小老婆 阿宝爸爸指晓阿姨道 是我内人妹妹 帮忙搬家 女干部拿出钢笔 记在工作手册里 一声不响 四室门窗前 立满男女看客 窗台上坐三个小男 一切尽收眼底 阿宝一家四人 魁魁之下布置房间 大床小床 五斗除百定 二师阿姨讲道 妹妹 你家里最要紧的东西 忘记掉了 阿宝娘不想 没求炉子 此地用没炉 嗯 要封炉子也可以的 我才敢 一件一件 看你家的家当 没的煤球炉子 也没的火油瓶子 阿宝娘愁容满面 哎 用我家煤炉子 下点面条子 快的 还是用我家的煤球炉子 最要紧了 要便宜 买个炉胆子 用洋油火油箱子 自家做一个炉子 也可以的 啊 谢谢谢谢 不要忘记了 去办个煤球卡 嗯嗯 谢谢 谢谢 只有武士的阿姨旁边看 一声不响 细腰身 笑咪咪 有礼貌 小阿姨对阿宝娘讲 阿姐放心 我会烧煤炉 也会烧羊蜂炉 以前住虹口 就靠羊蜂炉子过日脚 不急的 阿宝娘一时 讲不出话来 两万户到处是人 走廊 灶间 厕所 房前窗后 每天大人小人 从早到夜 楼上楼下 人声不断 木托板的声音 吵骂 打小男 骂老公 无线电的声音 拉壶琴 吹笛子 唱江淮戏 京戏 本摊 咳嗽土老坛 两米烧饭炒小菜 整腹新鲜的猪肺 套进自来水龙头 砰砰砰的拍大声 缸中货盖 铁货子声音 斩馄饨的线子 弹鱼罐拉来拉去 倒脚盆拎千筒 拖地板 马桶间的门 砰一记关上 砰一记又一记 自来水按人头算 用电照灯头算账 四灯收云机 等于十五只光电灯 五灯收云机 算二十只光灯泡的度数 阿宝爸爸 每天准时扫地 赶到单位报到 认罪书天天挂进挂出 回来持阿宝带手 阿宝年换玉 方台靠边 小阿姨拖出床底的大木盆来 到灶间拎了热水冷水 房门关紧 家家一样 男人赤博短裤 立到灶间的外面 一块肥皂 一只龙头 露天解决 在进马桶间里换衣裳 黄昏 各家小板凳摆到大门外 房前房后密密麻麻是人 瞪面当饭桌 女人最后收做碗筷 为一家老小 带了衣裳 拉出躺椅来 搭铺板 外面乘凉过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